我是我文化教育的人,我是研究生毕业 但是,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让我几十年的教育得到了提示大致 我就是因为太讲道理 我给你们讲道理,你跟我说给我三天时间,我给你三天 我连续给你们五个三天,十五天 十五天,你不给我一个方案 最后给我的方案是换我的发动机 十五天,你给我这个方案,你觉得我接受得了吗 我已经跟你们谈了很久了,五四了大哥,你没有谈 你没有耐心 我如果真的有个谈,我就不会做出这么主要点的事 我今天在这很丢人,你知道吗 现在是网络,是网上,我怎么过 我今天这个年也不要了 我今天来之前,我就做好心理准备 我就求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天理 我如果这个车,我开出了这个店,二百公里之内 我开一次长途,他有问题 你们跟我讲三包,我努力的 我开这个车都没出这个门 大哥,我现在就准备,我已经打倒了 我不需要站住,就这样 您希望打120也好,打工商局也好,把我捉走 我希望这个世界被曝光 我打120也好不接 我打工商局也好不接 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被捉走 我就不信这个天下就没有说你的地方 六四六万百个车一 一公里没开 让我换发动机,我还被锅接着这是三包 跟我的回答这是三包 我没开出门啊大哥 您知道的,您知道的 您是兄弟,您知道我这个车是什么情况 我没有开出这个门,你跟我讲三包 你跟我讲三包,六十天之内 三千公里范围来换发动机 OK,我这个车如果超过二百公里 我跟你来,我如果开着第三天 超过二百公里 我不接受你们的三包,是我不讲道理 我这个车没开出这个门,发动机漏容 你跟我说讲三包 让我免,说给我免费换发动机 然后我跟你说,我说我要求 你跟我说可以这一款飞换车 你们到这回是发动机 还跟我说,让我打一二三二五 你觉得,大哥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我也常在网上可丢人 我什么东西,我没有公里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我今年,我4月13岁,我30岁 你知道他不可能给你换车 关着这个车,他卖给谁 発动机换过的,他卖给谁 大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